它直接可以通過無人機把你的快遞放到你家 看後就跟V家看 為何會選擇來地發展呢 其實這裏有個定義是低空經濟 大關區工作 看見更加多東西 這個會展的海景值多少錢呢 加上每年的煙花會演 在香港可能你要用上3000萬才買得到 但在這裏利用上七分一的價錢 已經可以擁有了 這裏就是珠海 一條情侶路 加上這個會展海岸線是不能複製 免值由550呎到1100呎 任君選擇 發展商等半之作 精裝加複 而且送全屋的中央冷氣 落到街5分鐘十字門華 發生圈 有吃有抹有得玩 而且在鐵路上的物業穿梭這個廣州南之島珠海機場 香港過來 到了珠海口岸十分鐘車程就到了 很方便 止住或收租都可以 最震撼是227萬就可以上車 優質單位不等人了 快點過來親身看看 報名二次68408887 68408887 出團見 HELLO 大家好 珍總 余總 還有我的同事在鏡頭旁邊 大家先喝杯 不要這麼拘謹 不要這麼拘謹 因為我和珍總和瑤總吃飯 我當然要爭取的時間 一邊吃好東西 一邊收多點風 了解多點現在你們華發的未來發展 我介紹一下 珍總是琴好申城的項目總監 高的領導 所以我們買這麼漂亮的產品 多得珍總一邊看著 怎樣安排 珍總你好 珍總是說普通話 但會聽白話的 另外呢 余總 余總是英俊 香港的才俊 亦都是華發香港的領導 經常過來這邊發展 所以當然要在一起 我們一邊吃東西慢慢談 大家先別客氣 這個其實已經在華發雙刀裏面 我們現在介紹這兩個盤 其實走過馬路 就來到這間海鮮酒 叫做魚鯉 魚鯉灣 是非常棒的粵菜 他的燒鵝是招牌菜 我們一起吃 好嗎 好 很多時候我們的領導 不習慣 一邊吃東西一邊有鏡頭 對著 我們一邊吃 我的摺我很輕鬆 因為我們觀眾都很想知道 多謝多謝 酸菜魚很棒 上個星期我帶我外父九十五歲過來 很久沒有回來大陸 就是離了珠海 我外母九十五歲 我外母好像是八十五 真的十年左右 竟然我外父最喜歡吃酸菜魚 本來我外父不喜歡吃魚 打算孫菜魚 因為他那間酒樓 甚麼都叫 我外父一吃完之後 很喜歡 連那些湯都喝 我外母知不知道要吃甚麼 我外母竟然喜歡吃醬骨 所以其實大灣區生活 除了帶給我們年輕人 或者我們這些中年 其實年紀大 小朋友 真是多姿多彩 所以難怪大家敢追北上 好 試個燒火先 這兩個菜 這個應該是屬於川菜 川菜和粵菜 對 醬鼓醬應該是屬於東北菜 是啊 其實現在很有趣 現在的酒樓 就算這間 其實這間叫做月式海鮮酒樓 但菜都是甚麼都有的 有這個 水煮牛肉 他們知道我喜歡吃水煮牛肉 因為水煮牛肉 四川菜 我很喜歡吃水煮牛肉 多謝多謝 我喜歡吃辣的東西 我不知道 我最早進來內地做的地產項目 是李嘉誠的重慶 重慶 大都會 我最早在那裡開始 所以我很好吃辣 嗯 哇 皮很脆 這個燒火 以前我招呼一些內地朋友 來香港 一定是吃燒火 一定是深井吃 心井 預計是震驚 你也知道 你小時候應該可能 媽媽老爸帶你去吃 哈哈哈哈 出名的 那裡有沒有喝生力啤 那時候 有 最棒的 新井啤酒 但坦白說 現在在內地做燒火的水平 真的很高 都不一定要去香港吃 真的要幾百元一隻 是的 我提醒我 我提醒我 這裡不用一百元 很好吃 我覺得很大 你一隻很大隻 我多知以為一隻 是的 我還以為我叫錯了 如果這樣說 其實這個區 雖然是豪宅區 是的 但這些餐飲的價錢 也很合理 也不會太離譜 很商量 是的 是的 你經驗之後 你經常在這裡吃飯 是的 很好吃 好 在這個機會 問一下曾仲 就是 我這次挺驚訝 其實大家如果知道 以前我也有介紹 你們華發的餐廳 給我們香港觀眾 以前華發餐廳 十個九個都沒有裝修 當時我有問過你們公司 因為你們當時很多客戶 主要是本地客 因為華發是珠海的 排第一首位的品證商 都不太喜歡用裝修 這段時間我一直推廣 和介紹給觀眾 很適合香港 因為香港人以前 我介紹你們的本 因為沒有裝修 我這樣說 十個客戶沒有裝修 可能有七個八個都不對 是的 只有兩三個可以接受沒有裝修 因為香港人來裝修真的很煩 還有我做裝修王 裝修有一個最煩的地方 不是價錢不是什麼 而是你要業主去告訴你 他想裝修是怎樣 他很難告訴你 很多三心兩意 反而你包裝修 我沒得選 就是這樣就這樣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反而更好 所以香港人大部分 都喜歡有裝修的樓 雖然你華法你們的樓的質素這麼高 但因為沒有裝修 以前對我們去介紹的時候 很多客人 都去到最後都是 我喜歡 又喜歡一個發展商 又喜歡一個產品 但落後就沒有裝修 OK 那為什麼今次 這麼大的突破 你華法現在開始這些樓都有裝修 是不是未來的華法樓都會有裝修呢 還有我又見到有五點零又有六點零 讓我們觀眾學一下東西 還有了解華法的未來發展 親自從老總說出來 好嗎 這個看來羅博士對 朱海 尤其對華法確實很了解 連過往我們基本上的 不做裝修這個事情都很清楚 我年紀大 確實是 其實近幾年 主要是兩方面 這個核心 第一個呢 確實是為了方便客戶的需求 對 剛羅博士有點講的特別對 我們確實是有好多 各種香港的客戶 外地的客戶 來了之後 他就是需要 他覺得毛皮很麻煩 嗯 這是我們第一個 為了出現這個客戶的需求 第二個呢 近幾年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雖然前面好幾年 裝修做的少 但是 最近我們出來的裝修都很驚豔 就做的特別好 怎麼說呢 你一進去一參觀 你會發現跟以前的 這個 無論是 別的開發商 或者說我們之前做的 毛皮時代做的樣板房 嗯 都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嘿嘿嘿 我們給華爾巴公仔 對 所以剛剛羅博士也講到了 為什麼叫5.0 6.0 這幾年我們做裝修更新的特別快 就現在我舉個例子 不是您有去看過天鸞是吧 有 它是一個小戶型 嗯 但是呢我們 裡面的裝修用的就非常的精緻 第一個呢 他考慮了好多 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收納 嗯 第二個呢 因為它是小戶型 總價非常低 所以好多外地客戶特別喜歡 他買了一套放在這裡偶爾過來度度假 所以我們就 壓力沒有那麼大 對 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就做了好多這種 就是適合它放鬆休閒類的 這種考慮 對 所以它 你進去就會發現 它顏色都會比較是那種 偏淡色的 嘿嘿嘿 然後 嗯 由於它 而且那棟樓呢 它是最靠海的 由於在最領海 它做的是那種 弓箭的立面 所以它全部是客廳是敞開式的 就在你一進去之後 能通過這個客廳的大面的玻璃 看到外面的海景 整幅畫這樣 對 所以這一點 你看以前我們做的好多這種窗 它可能還有好多這種不鏽鋼隔斷 但是這個我們就用了這種大面的玻璃 特別好看 對 因為下午還想給你介紹一個項目 這個邀請您去看一下 叫樂器 內地的裝修也非常驚豔 嗯 這個 嗯 我想您看來之後 然後您通過拍片的方式 去給客戶介紹 好 一定會讓 更加震撼 對 更加震撼 而且還有一個新的 其實這一點呢 我們是去跟香港學的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會所 會所 在架空廠的會所 下午一會去看一下 很好 其實你說得很對 我就是差一個會所未拍 因為我也有很多留言說 華法會所都很出名 都做得很好 如果給我們機會拍就更加好 不過我也想回應一下 你說得很對 我博士年紀大一點 就是我拍盤 拍發展商 基本 大部分都拍了 你們的裝修風格真的跟其他不同 而且近期我上了很多客 有些買了 我都去採訪一些香港客 我問為何你會選華法你的裝修 他說原來你們的裝修很耐看 因為你說得對 你的顏色比較淡一點 我們叫做 精簡 簡約風格 簡約風格 你走簡約風格 你知有些客 他們可能是子女 子女可能都會上來一起住 或者度假 那不只是我看 我的子女都要看 我的子女都要感受到 變成你們的裝修風格 比他們覺得年輕了些 我覺得挺好 我正正當著鏡頭說 我希望其他發展商 大家多想多些 在未來的裝修方面 其實真的多些風格 多些變化 尤其是我很欣賞你們的廚房 廚房那兩道拓門 一推開就變成一個中度 以前我們賣了很多樓 客人都要拿錢出來 拆了廚房的牆 然後變成Open Kitchen 又免費又麻煩 現在你做給他 我覺得這個非常讚 我想你們會花了很多心機 這個是LDKG的設計 現在華發大部分都是採用這種設計 這個好 空間感特別好 沒錯沒錯 不過聽你剛才這麼說 我發覺不只香港人喜歡有裝修 其實如果聽你這麼說 連內地客都漸漸都喜歡有裝修 是 是 因為這裡還有好多北方的客戶 過來這邊獨家 他們大部分時間可能不在這裡 偶爾比如說暑假或者是春節過年 這個時間過來 他們還是希望有裝修 這樣的話 只要買家具鋪上軟裝就可以 簡單 還有我又這樣看 因為現在看到深圳廣州 其實很多的樓盤都是大裝修 有時一個城市發展 經濟發達發展 其實居民都開始喜歡大裝修 可能居民天天賺錢 不想裝修 不想跟裝修 我寧願付錢 而且你們這時候 推出你華發5點、6點來 你們真是很好的時候 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政府銀行做按揭 做到一成半 即是你們跟裝修 即是做按揭 即是做裝修貸 是吧 以前我的客人買你們的樓 買完之後 他一定跟我說 博士 他問我 博士我買完這層華發樓 我要預算多少錢裝修 要問我 我說可能預算50萬 甚至有些豪宅100萬 過百萬 要預算現金 是 以我來說 成本就高了 但現在做了按揭 你現在有這麼漂亮的裝修 剛才我拍片 多漂亮的樓 都是五、六十萬 連上裝修 裝修都還沒得 這個真是好的消息 我想問正式一句 以後是否代表你們有華發的 再有新的項目 都是會有裝修 基本上都會做裝修 肯定走這條路 它是兩個條路 當然也有 政府 政府那邊 一般好像是2019年之後拿了地 它有一個叫綠色建築 綠色建築 對 基本上2019年拿了地 它是要去裝修 哦 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其實是 環保一點 對 因為你集中採購 集中什麼是環保一點 對 其實也這麼說 有裝修和沒有裝修 都還有一個弊病 沒有裝修 有時候就說 我買了之後 我搬進來住 我裝修完 人家才裝修 對 所以博士就很專業 講到這個客戶的痛點 他們好多有些沒裝修 它最主要就是 哪怕我裝好了 可能未來兩三年 我的鄰居還在叮光 哎呀 反正了 這是一個痛點 而且 你像天狼 我們現在在賣的那個一號樓 我們不但有硬裝裝修 其實它收樓的時候還配的有軟裝 對 這個就是它很方便 OK 非常好 那麼 我看過一條廣告片 你們有一個裝修 我忘記了哪個盤 竟然是可以在露台上有個位置 降落航拍機 哇 博士你太專業 這個你都知道 我一看到 哇 是什麼意思 它是這樣的 這個盤 是我們市政府 可以說是給華發下的一個任務 當然也只有華發能做 就是最新一代的這個小區 就未來它會有一個錯層 其中有一個功能 就是在那個錯層裡面有一個陽台 是叫可以停無人機的 以後你收快遞 你想現在收快遞 要不就快遞員給你送到樓上 或者說送到保安室 有些 對 放到門口 但是未來這個 有這個功能之後呢 它直接可以通過無人機 把你的快遞 放到你家 哇 非而所思 我看這件事呢 全世界啊 我暫時我沒見過的 我都很期望華發這件事 它肯定做的了 因為我看到它的宣傳片都出來的 它不是概念 它是馬上就要在我們在唐家的一個項目上 去做的 就是我住那頭唐家灣的 OK 這個真的很震撼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一些這樣有心的發展商 能夠為我們的業主買樓 想這麼多這些配套 這些是很感動的 即是我們叫做 即是我們給了錢 我們想買到生活 不只是買冷冰冰的磚頭物業 有個生活在那裡 你這些航拍機 剛才你說的那些開放式廚房 這些都是在我生活上添加很多樂趣 不知是方便是樂趣 還有我覺得這個突破如果成功 其實我相信也會去copy 即是航拍機以後就是一個 又環保又快捷的方法 又管理又容易 指一可待 大家開眼睛 到時候我博士申請 首先去拍 這些 好 我們繼續吃東西 這個是海鮮酒樓 有聖旨 我記得 國家不會讓余總理不回答問題 我先去談 好 試一下聖旨 你覺得這間酒樓最好吃是甚麼 有沒有推介 我知道你經常來的 有沒有推介給觀眾 對 因為有時候跟客人介紹他們上來這裡 因為附近通常就 其實說一說這個區 不如 琴武新城附近有17萬方商場 說有三旗 但商場已經開業了 其實我第一次來的感覺很像香港 因為它橫跨了兩個城軌站 珠海叫城軌 因為那個車速沒有香港那麼快 香港叫地鐵 香港很快 一聲一個站兩個站 這裡又有城軌又有商場 上面是住宅物業 我們剛才博士去看那個項目叫天聯 其實前面是我們千億基建 千億基建 對 因為會展 還有很多的寫字樓 我看到這個景觀 這麼震撼 基本上附近所有的樓盤 都是華發的 絕大部分都是華發的 所以我跟Lo雷第一眼見 是灣仔 是 好像灣仔 是吧 阿袁也是香港人 是香港的年輕才俊 所以他說的感受是 一個香港人進來看見什麼 而且他在香港做了很多年 很有地產經驗 不要看他這麼後生 好 你繼續 所以我來到這裡 看完樓 然後找到一間這麼好吃的海鮮酒店 今天介紹一下這裡的菜 其實不是很貴的 這個酸菜魚也是一百元不用的 這個燒鵝這麼大碟 我其實叫了半隻 因為我想叫多點菜給朋友吃 多謝 其實這個也是一百元不用的 對 香港叫一個這樣的燒鵝 五六百元 而且下面沒有火去放著你 對 這裡有服務有質素 還有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入口即容 入口即容 還有這個 你的汁都想拌飯 所以其實離開 看看華發這盤 我推介這個 真的是農家菜的價錢 但這麼漂亮 我經常覺得有時候 香港人的生活 是比較壓迫的 壓力比較大 現在這麼多香港人 喜歡趕車不上 上來當然對自己好一點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貴 我叫一隻雞 走地雞 這麼滑 是一百元不用吃 九十八元 可以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在香港 吃完東西就要離開 又要快 要快點吃完東西就離開 所以我挺鼓勵 多些香港人上來 絕對推介 我把這間酒樓的地址 放給大家看 當然 你去看樓團 看樓過來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留下來 在這裡吃 吃晚餐才回來 看樓就跟V家看 多謝 我首先代表觀眾 上個星期就出了一團 反應非常好 要多謝兩位老眾的支持 因為我們V家頭一次 以前我們一向都要收錢費 是完全免費的 香港上車的看樓團 是故意來看這個 感好發展的華發項目 我再說一次 在香港余芯港人上車 即日來回豪華大巴 可以坐四五十人 我們V家也會有同事 在香港陪同大家一齊過來 去考察這裡 還要包一頓眼 這兩個項目 剛才大家都聽到 我之前拍了幾條片 真是香港人 很值得過來開眼界 無論你已經買了樓 或未買樓 為甚麼呢 其實在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一個發展商 在珠海的發展 尤其是我想說一下 如果我們真的對比香港灣仔 我想聽老總說 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跟灣仔 即會展那些一樣 交通也一樣 又有地跌站又有輕軌站 還有甚麼配套 你覺得跟香港不同 其實我覺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上來 首先這裡空曠些地方大些 我先對比一下 香港的匯展有個匯景角 匯景角是住宅物業 匯景角很貴 現在多少錢 3萬元一尺還是2萬多 3萬多 匯景角現在多少錢 大概要2萬一尺 2萬至2萬5 看不到海景要2萬 是一尺 不是一瓶 一尺 即是二十多萬一瓶 太誇張 還要是二十多年樓齡 還要是二十多年樓齡 還要是三十多年樓齡 是三十多年樓齡 那匯景角有海景 是 有匯展 有寫字樓 有千億基建 很多寫字樓 方便上班 附近有地跌站 是 為甚麼我說這裡有過之而無合格 是 這裡一樣有乘軌 兩個乘軌站 有千億基建 亦一樣有匯展 匯展的形狀很漂亮 這個我要賺 我來看完樓的留言給我 這個匯展為甚麼 跟香港匯展 香港匯展可能比較 興趣很多年 香港匯展就是一隻蛋 這個匯展像一條龍 膠龍 有些買來收租 其實我不用買很高要海景 我便宜的 只是看著匯展 都已經是一幅畫 還有 他有些信風水 整條龍在我面前 準備出海 準備出海 還不行嗎 是 有匯展 又有寫字樓 很多商業在這裡 多了一件事 有商場 十七萬方的商場 還有超級大商場 三期 你說得對 香港灣仔就是欠了大商場 是 我們吃飯 匯展 吃飯完展覽會 都走到寫字樓下的店舖 是在門口店吃的 陰光 沒有甚麼配套 沒有 我都是吃地鋪茶 英軍中心下的小餐 是這樣的 我們有時 要不去匯展的酒樓 就貴到飛起 那隻燒愛器 現在這個十點炸錢都有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食物 還有沒有食物 有時超乎一些 我們展覽會 有時是老闆過來 都要開車去其他地方 超乎他們 這裏真的 你說得對 這十多萬個平 商場真是震衡 那些商場都落成了 有時香港人 經常擔心會買到一些 落成不了的樓 我們就 也要講講我們公司 國企 我們從來沒有出現過爛尾樓 亦都是 基建方面我們做得很足 就算是成運 成運得我們自己有這方面的業務 所以變成整個十字門片區 我自己非常推介香港客 因為它是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 落點 如果你坐車八分鐘便來到這裡 我當你有時真的 繁忙時間上學放學十分鐘 都落到來 大橋旁下來 所以我們香港人買樓 永遠在說地位 有時其實 有些香港客 可能他比較衝動 他可能上網有人說 買了買了 買完之後 我都不知道哪裏來的 我未去過那裏 真的有 在這裏我絕對推介香港客 來一來 反正都港車不償 網網看到全部成熟社區 跟著建好的寫字樓 建好的住宅物業 全部都是穩穩陣陣的 還有國企品牌 剛才博士也說了 我們的裝修很漂亮 所以其實很值得大家去參觀一下 是的 我補充一件事 這個免費泰勾團 是我們和華法一起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免費泰勾團 一上車就亂載你去看東西 看完管理職 我們絕對不會 一定是來這個琴武新城 一定是爸爸的 不用花客人時間 對 不會黑銷你 不會再去不知名的地方 那些看得好團 我收到很多投訴 大家要小心 爭取機會 我最想訪問一件事 年輕財進 香港做的地產 或者香港做的地產 為何好 爲何會選來內地發展 加入華法這麼大的集團家庭 真是想分享 因為我也有些觀眾是年輕人 也有考慮進來國內發展 或者父母也很想子女來地發展 可不可以分享給大家 可以 其實就 坦白說香港市場就是這麼大 你想再擴展市場 就機會不多 但現在說大灣區 大灣區就有很多機會 譬如政府給予的支持 又支持很多年輕人 上去不上去 很多政策 很多政策 你見到其實很多 無論是醫療 養老 交通方面的港車不上 也造就了很多香港人 回國內發展是很方便 即是可能我 即是來回 可能去了珠海澳門中山 接著深圳回來 接下來深中通道又開了 真的可以 真的兜個圈下來 見了幾邊的客人 那我便可以 以前可能我只是在香港見客 做生意 我現在可以 兩條橋 港珠澳大橋去了珠海 接著中山 接著深圳 下來香港 都是一天時間 我經常這樣做 我加入華發 就集中在珠海這邊 因為珠海這邊多樓盤 所以其實也是 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 就多些機會開眼界 因為我剛才也說 就是香港市場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也鼓勵多些香港人 眼光放遠一點 看多些國內現在發生的 一些新的發展 剛才說到博士說 那個無人機 其實這裡有一個定義 叫低空經濟 其實很多大灣區現在都 即珠海 我看新聞 我又不知道 看新聞在廣州已經在搞 所以接下來 低空經濟這件事 都說想當的士 即不用坐滴滴 即直接坐的士 全都飛去 那你從一個點到第二個點 不會塞車 其實你一想一想 好像拍電影 但接下來就實施 以前拍電影才看到這些 大灣區在實施 我看到這樣的發展 很棒 我自己都想親身上來看一看 所以其實進來大灣區工作 反而是開了眼界 見到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東西 聰明 我又分享一些故事 我兒子在澳洲讀書 疫情停下來 然後我帶來大灣區 那時候我兒子 跟我一起去砸骨 看到內地已經很流行 一塊塊借的充電簿 我兒子隨口說 我說爸爸 他說這些充電簿 是不是獨島有 我說是呀 你去什麼地方都有個充電簿 然後我兒子隨口說 躲回香港有沒有可以搞 他說了一句 然後我說你便研究一下 我覺得當然有得搞 以前說內地落後 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現在內地不是落後 很多東西是帶頭的 是 最少我兒子只是懶 回去又急完之後 後來真的有一個香港人的年輕人 你在南沙看到 真的在香港做 然後不僅香港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 已經上市了 我兒子說一個想法 就已經可以變成上市公司主席 這些案例是大把 所以年輕人 我們這些已經是你們的世界 我們這些只能給大家一些方向 但我覺得是對的 現在進來中國或大灣區 其實真的有很多法治 最後想問 從大灣區 你知年輕人進來 我以前一向都說 例如南沙 珠海 深圳 廣州 例如自貿區 為什麼你選珠海 又或者珠海有什麼好處 珠海的環境很像香港 我自己覺得氣候有山有水 氣候又不太乾 因為我以前去過北京工作 久了之後皮膚都乾了 乾燥 有大風 你說發展 我看到珠海一來近香港 其實現在香港發展很成熟的地方 但慢慢有了鋼珠澳大橋後 我發現很多香港人 回國內也很方便 所以其實造就了很多生意的機會 我又比較想多些親近家 很方便 出海那麼方便 不如過珠海嘗試發展 我回香港也很方便 其實這個概念 改觀一下大家 就不要想大灣區香港 其實她說得對的 現在的交通方便 其實以前我們一樣 我住在九龍去香港上班 其實你連隧道 起碼都半小時 塞起車或者你地方遠一點 去到黃竹坑或者杭花珠 你一分鐘整個小時 我從屯門出去美夫 以前我女兒班學都要半小時 其實又來大灣區 沒有什麼大分別 其實有很多方法來珠海 我今天來我坐船 我在上環港的碼頭 直接坐船過來珠海 平時有時候 可能有些車 有車 走到廣州去大橋半小時 你金巴也不是很久 金巴就40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也很方便 如果我在香港生活 我又可能 新界西屯門元朗天水 這些地方 我回中環上班 講也要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差不多 遲些今個月尾 開心中通道 又快些 然後遲享年又開心珠通道 是啊 其實沒有分別 已經是無縫的 已經是一個地方 很多謝 這個分享真的非常有價值 無論觀眾是年輕朋友 或者你的子女 你不妨給他看一下 分享魚種這個概念 年輕人進來發展非常好 而且我看到他 因為我都認識了一段時間 我見他在這邊很開心 又可以回香港 有家庭生活 又可以有工作機會 又可以學習 又可以玩家 又可以認識那麼多 高人老種 學習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大灣區和珠海 其實不單止給大家 香港觀眾 可以置業 買好的物業 來到退休 其實發展很好 所以我日後的看樓團 其實都可以引前多些年輕人 去看樓 或者父母想子女多來發展 其實你可以參加我們看樓團 我們到時安排多些其他景點 可能跟年輕人創業 或者他們的生活 活動 多些元素 去給大家 不要只顧著我們的老人家 多謝大家 不要妨礙大家吃飯 今集豐富 大家記住有什麼想問兩位老眾的話 下面可以留言 我們回答大家 記住快點 立刻參加我們星期六的香港免費看樓團 立刻過來見到老眾 立刻過來學習 下集見 謝謝 拜拜 補充一點花絮 第一 很感謝兩位老眾 他說 博士 你的免費看樓團 就來這間食感的好東西 多謝大家 快點要報名參加 另外第二個好消息 剛剛老眾聽完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天聯有一棟 就賣得差不多了 可能選擇的貨不夠多 現在說 如果今次看樓團過來 他會推出最新的一棟 大家會多些貨擠 而最小的一棟也有 大家快點參加報名團 到時見大家